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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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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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镇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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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或者半夜都是長期喝比較暖 更熱的水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 清清的聲音 因為尤其是女士都不懂得喝這麼冷 講開唱歌 講完 2010年有個大的演唱會 超級女星的女生演唱會 當中的感受是怎樣 很久沒去過演唱會 也是在紅館 當中的感受是怎樣 那個感受都頗難忘 因為去年我整個年後 都編載全部出外舞台 但突然間是六月要演唱會 我到差不多五月初還在澳洲 還沒回去練過 回到香港講得很重要 完全不會有時間讓你想緊張 只是顧著很多很多不同的演唱會 當中其實有一首歌叫 《星光背後》 這首歌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為你特別是寫的 特別是選擇出來的 其實當中在說甚麼呢 其實在這麼多年的演藝工作裏面 當然有經歷很多東西 和很多經驗 都有一些在台後或是台前的感覺 有些心情 但這個紅館演唱會 其實有沒有一些黑色的東西 大家不知道 有些歌詞就很害怕記著歌詞 你會不會有時會很害怕記著舞步 舞步 我最害怕的是她的台 她的升降台 她升了一塊之後 裡面的心又會再升 那個我覺得挺害怕 她每次升的時候都會… 這樣就很害怕 所以我自己很害怕 那下一個就沒甚麼 到最後兩秒才可以穿到衣服出去 因為卡住了… 卡住了那個拉鍋 衣服又重 又拉著裙子褲子出去 等機器升 她那裡挺害怕的 這些都是因為從時間競賽 過一分鐘多一點 又要重新整個頭髮 一分多鐘 但我聽聞那些服裝很爆 很多新聞都出來很性感 你真是不介意做這些很厲害的服裝 就是老有老著 亂有亂著 即是甚麼年紀的都有事業線 不如看事業線怎樣擺出來 在這裏 OK的 如果未來再有機會 在紅館康演唱會 三張會有些甚麼概念 有些甚麼這次你覺得不漏了 如果我下次再開 就會做那件事 我想是跳舞可以再爆一點 是 我希望做到這樣 但那個一定要時間去練習 練習練習練習 固然要練習 我想體型或身體的狀況都要斷 很健碩 很健碩 遇到那個場面真的要好 超級健碩才行 那會否身體要好健碩 拍劇會否影響到你的健康 其實長時間這樣拍劇 其實真的會的 有些人很喜歡 不過是自己喜歡的 你當然經常做一行 就知道 開工就知道幾點 下班就不知道幾點 但你不知道幾點 例如下班是天亮六點 可能第二次接早班有9時10時 所以做完伏子是這樣的 體能要很小心去做好根基 平時吃東西或者要怎樣補身 不是吃補品 只是吃有益的東西